你已经给五个姐姐买房子 为什么不管弟弟 还让他继续在农村种地 约云鹏听着记者的提问 忍不住红了眼眶 都知道约云鹏有五个姐姐 很少有人知道 他还有一个弟弟 月龙刚 因为家境比较困难 约云鹏十四岁就外出打工挣钱 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北漂的时候 幸亏遇到了贵人 才认识了郭德刚 刚进德云社时 约云鹏基本就是打杂 由于没别的师兄弟们有天赋 被师兄弟们瞧不起 只能一人偷偷练习 别人都上台了 可自己还在打扫卫生 就在约云鹏准备放弃的时候 德云社发出了八月风波 曹云金的离开 让约云鹏迎来 属于自己的机会 面对德云社青黄不接 必须尽快捧红一个台柱子 这时老郭把目光 放到约云鹏身上 因为他不再人人为财 而是人人为贵 就是要忠厚老实孝顺 于是开始慢慢培养他 给很多表演机会 约云鹏也不负师父期望 一首五魂之歌 火遍大江南北 甚至登上春晚舞台 这次约云鹏彻底火了 商业通告代言分治他来 让约云鹏赚得是盆满钵满 但成名之后的约云鹏 并没有飘 心里一直惦记着五个姐姐 于是约云鹏对妻子郑敏说 我想给姐姐们买房 你同意吗 妻子郑敏说 这都是应该的 现在日子在慢慢变好 也应该带着姐姐们享福了 经过妻子郑敏同意后 约云鹏分别给五个姐姐买了房子 五个姐姐都在城市里 享受着美好幸福的生活 可是家中的弟弟并没有去城市里 一直待在农田里干活 记者问约云鹏 既然你都帮姐姐了 为何不给弟弟也买一套房 或者给他资金做一些小生意 约云鹏也是很无奈 曾对农村的弟弟说 我给你三条路 你选一个 弟弟说 我不稀罕 可能农村人朴实的思想里 种地是头等大事 对城市里的繁华根本不在乎 而对于这个弟弟 约云鹏心里有个小疙瘩 当年他说校舍刚有起色 回老家时 已经卧病在床的父亲拉住他 让他一定要在家里盖一栋大房子 当时约云鹏虽然心里答应 但还是一脸疑惑 我们又不回家住 父母的房子都盖好了 为啥还要再盖房子 这时他看到了在院子里忙活的弟弟 一瞬间 约云鹏心里很不吃滋味 原来父亲这是把弟弟交给他了 关于买房子这件事 约云鹏说 自己也跟弟弟沟通过了 如果他想去德云社学校舍 那太简单了 只要他一句话 郭德纲根本不会有任何意见 可是面对这条路 弟弟说自己没有文化 已经到了中年 根本学不来登台演出 这条路走不通 然而 约云鹏又建议弟弟去做一些生意 可以给他一笔资金 盘下商铺 好过在地里干活 可是弟弟却表示 自己书读的不多 根本管理不了生意 连账单都看不懂的人 哪有那种本事 扩大地皮 终于米还差不多 至于把弟弟送到县城 或者大城市里 给他买房给存款 弟弟都给拒绝了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 因为母亲和身边的家人 也都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 父母离不开家乡 他必须要留下来照顾母亲 这样才能让约云鹏 安心去打拼事业 没有后顾之忧 对于小月月提出的三个选择 弟弟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咱爸走得早 姐姐和你都离开家乡 去了大城市 但我必须留下来照顾母亲 照顾好家里的弟 因此弟弟决定留在村里 这样既能照顾妈妈 逢年过节 你们还有个地方回来 约云鹏听完后十分感动 因为他当年和老黄牛一起住 深知农村人不易 外出打拼没有文化 走到哪里都会吃亏 可见这一家子都是朴实的人 为了让弟弟以后能娶到媳妇 约云鹏就花费大几十万 在农村新盖一座房子 弟弟欣然接受 等到结婚时 小月月也是给弟弟一手操办 在农村 他弟弟也算是豪门了 母亲跟着弟弟住 姐姐们住得也不远 这样的安排 让约云鹏没有顾虑的去打拼事业 就这样 约云鹏的弟弟月雪刚 留在农村依旧种地 朴素如往昔 如今 月雪刚学会玩短视频 在农忙时 弟弟还会发视频喊话约云鹏 哥 农忙了 可以回来打粮食了 有这样淳朴的弟弟真好 虽然没有多少文化 但还真是实大体雇大局的人 所以 现在的约云鹏只要有时间就会回老家看家人 农忙时还会和弟弟一起干农活 兄弟俩的感情也出得特别好 大家对约云鹏的弟弟月雪刚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留言评论 江山富老能容我点个小赞让我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